我是京城第一美人,但年过十八仍没有人上门求娶 因为,我是个碎嘴子 一瞅一眼万年,张嘴苟增人嫌 眼看着我成了老姑娘,实在没招,我爹最后求到了狱前 皇帝老儿大手一挥,将我赐婚给了一个哑巴 娘说,怀我的时候,她数次梦到过一只百灵鸟落在窗子边 她跟爹一致认为,日后生出来的孩儿,定是个如百灵鸟般声音清脆的女娃 所以,我出生前两人就给我起好了名字,几百灵 自小我就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 别人家的孩子嘴里像含着一块石头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能清晰地吐出爹娘饿,要嘘嘘等一系列常用词了 对此,我爹很是骄傲 那段时间,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抱着我去他那些同僚家串门 那些同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家里都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娃娃 他那些小孩子一个一个往外蹦子,而我口齿清晰地叫着叔叔伯伯爷爷 我爹笑着俯着他那为了看起来稳重特意蓄起来的胡须 我家百灵就是这么聪慧可爱,见笑,真是太见笑了 但三岁后,爹就不再抱着我串门了 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 我毕竟是个女儿家,要是让外人知道了我是个小碎嘴子,实在是不太好 那个关于百灵鸟的胎梦,两人后来讨论了多次 最后,我那博览群书的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孩儿他娘,你说有没有那种可能,每次入你梦的百灵鸟,都不是同一只 对于五六岁之前的很多事情,我其实记不大清 所以,以下为我娘口述我转序,真实度存疑 老话说得好,七八岁,狗都闲 但是在我这里,提前到了三四岁 娘说,还不是什么夸张手法,是真的狗都嫌弃我 就厨房养的那条大黑,在我跟他进行了几次交谈之后 见到我都夹着尾巴绕道走 别人家的孩子,小时候脖子上挂着的,都是什么长命锁,金像圈 我挂的是小睡囊 说话太多了,容易渴 那两年,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很规律 喂食钱,我娘痛苦 因为爹当直出门早,他走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 娘说,我去找他,都不需要丫鬟提前通报 他也从来不会担心,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丫鬟对我不好 因为,我什么都会跟他讲 事无巨细,到早上梳头的时候,掉了几根头发,喂饭都堵不住我的嘴 喂食后,我爹痛苦 因为他回来了 那时爹关位不高,每天也只需要当职半天 我没出生前,爹一般都会在书房消磨时光 我出生后,我跟我爹一般都会在书房消磨时光 娘说,给我启蒙那两年,爹不用留胡子都能达到他一直想要的老成的效果 到了晚间,他们夫妻俩一起痛苦 我既要跟爹分享他不在的时候,我跟娘是如何度过的 又要跟娘汇报,下午在书房跟爹都做了些什么 祖母从老家上京催娘,再给爹生一个儿子 为了给夫妻俩留出空间,祖母还特意提出 他在的那段时间,我就跟着他 那年,老太太双手插兜,还不知道他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对手 老大家那三个皮猴子我都带得了,更不要说零丫头了 一个,不,十个我都带得动 而媳妇,你跟老二就专心造娃吧 不到半个月,祖母改了口 零丫头还是你们二人自己带吧 娘想了想,咱老季家已经有三个后了,足够了,足够了 后来大伯来信说,祖母回去就染了怪疾 她总是吵吵头疼,有人在她旁边说话的时候,格外疼 历鼠娘跟祖母的较量,这还是她第一次兵不血刃 不费吹灰之力将祖母击退 多亏了我这个天降骑兵 对此,我娘心底甚至生出了一丝碎嘴子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念头 但是这一丝丝的念头,很快随着我到了入学堂的年纪烟消云散了 我的求学之路很是坎坷 多则三天,少则半日,基本上都会被学堂遣送回来 一追问原因,丫鬟总是这样说 夫子,夫子在上面说一句,小姐在下面说三句 一堂课下来,小姐讲的话比夫子都多 最后,我娘一拍桌子做了决定 不去了,咱以后都不去了,我还就不信了 你爹一个榜眼,还教不了你一个小孩子 我爹 恰逢我爹那几年处于上升期,每日不仅要上朝 手头上的政务也变多了 回家之后,不仅要写折子,还要教导我 眼见老得更快了 爹总是被我弄得无话可说 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眼含热泪 面带遗憾的感叹 我儿冰雪聪明,为父深感欣慰 可惜啊,可惜啊,就是长了一张嘴 对于我的嘴碎,爹娘倒是有心想要遮掩 但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左将军家的千金在宴席上 故意弄脏了人家等了三个月才到手的裙子 天呐,天呐,听闻左将军从战场上退下来 是因为祖传手掺握不住刀 姐姐不会也遗传了你爹的那个毛病吧 这么年轻,可真是太惨了 太惨了 咦,姐姐怎么还自己加菜呢 丫鬟呢,丫鬟呢 不知道你们小姐是病人吗 还不赶紧伺候你们小姐用膳 没看她手抖得更厉害了吗 皇家二小姐的未婚夫跟树妹勾搭到了一起 还想娶对方当平妻 这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 薄情寡义的人 我也真是开了眼了 那对狗男女怎么好意思在外面行走呢 要是我呀 就赶紧找颗歪脖子树掉死 进京赶考的书生对我一见钟情 当街将我拦住 调戏 这是赤裸裸的调戏 书都背完了吗 硬式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什么 没有 那公子在我面前耍什么大刀呢 公子你一没家事 二没金榜提名 凭什么觉得我会看得上你 凭你那张让我吃不下饭的脸 渐渐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与我的貌美一起 我碎嘴的名号也传开了 寻常人家十四五岁开始相看 十六七岁就嫁人 可我都快十九了 愣是一个上门的都没有 爹娘也是过主动出击 但是 记上书啊 你家的那个女儿 美则美矣 但是那张嘴真的是太碎了 季夫人 第一美人虽好 但是我儿真的是无福消瘦 我倒是觉得没啥 但是爹娘愁得直脱发 我娘提议 要不 去求陛下赐婚吧 旨意一下 他们就是不愿意 也得接着 我爹也觉得可行 毕竟有我这张嘴在 在谁家都受不了委屈 于是 第二天跟我爹一起到家的 还有一道赐婚的圣旨 说起来 这婚事还是我们家高攀了 赐婚的对象 姓谢明清宣 说起来 也是近来观唤世家眷里 津津乐道的人物 此人年二十有三 乃是郑国公 于早市的大长公主的独子 因佛缘身后 很小的时候 就被名僧了然大师相众 带去了江南明沙修行 好不容易回京 放着花团紧簇的国公府不住 非要住在城郊的白马寺 一住就是三年 平日里更是身居简出 旁人轻易见不到面 据白马寺流出来的消息 从那谢清宣住进白马寺起 就没见他说过一句话 可能是个哑巴 这个留言 从陛下那里 得到了侧面印证 爱卿啊 你说他们二人 一个话多 一个不说 是不是天作之和 于是 陛下大手一挥 将我二人凑成了一对 爹很高兴 一是完成了娘交代她的任务 二是自小在那古沙明寺 长大的孩子 心性必定不差 娘也很高兴 郑国公年轻时候 风姿俊朗 大掌公主风华绝代 两人的孩子模样 必定差不了 两人一合计 打包将我送去了白马寺 培养感情 我想到了赐婚的消息传出去 定然会在圈子里 掀起不小的风浪 但是没想到 有人能动作那么快 白马寺后院持边凉亭 我坐等引路的僧人 将谢清宣叫来 屁股下的石凳还没雾热 这不是记上书家的百灵妹妹吗 妹妹进来可是极少出门 今天怎么到这白马寺来了呀 听说你爹因为你嫁不出去 求皇上赐婚 不容易呀 拖了这么多年 妹妹的婚事终于有着落了 说话的是 左将军家已经出嫁的千金赵宁 如果要论这经中 世家千金谁最恨我 那他绝对位居榜首 之前因为我当众嘲讽他手颤一事 他本就对我怀恨在心 偏偏他嫁的夫君 还是我当年当街俱乐的书生徐贤祖 那徐贤祖本没有什么本事 但是架不住他有一个好名字 考场上祖宗显灵 竟然让他超常发挥给考上了 平日里正视而不干 静昨末如何向上攀爬 没想到祖宗再次显灵 竟然真让他攀上了 姑末 他家祖宗的那点余力 都用在了他身上 得知两人定下婚事的时候 连我都忍不住感叹 这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受害者联盟 不过这两人感情也并不好 当初徐贤祖本就是图了赵宗的家事 结果将人取进门才发现 自己的老丈人是各中看不中用的 空有左将军的名头 但是手中并无实权 日子久了 对赵宗也越发怠慢 平日里可没听说他赵宗信佛 这又不是朝拜日 又没有法会 脚趾头想都知道他为什么来 赵宗在我身边坐下 镜子给自己斟了一杯茶 妹妹可是在等那些柿子 呵 明知故问 我心知今天这一场嘴仗是免不了的 所以也压根不打算嘴下留情 姐姐消息可够灵通的 怎么 在我家门口安排人了 从我家到你家可要穿过好几条街 姐姐这么快就赶来 路上累坏好几匹驾车的马吧 姐姐这般看中我 可真是让人受宠若惊 不过妹妹还是要劝一劝姐姐 与其将这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不如多抽出时间 跟家里人去学艺学夫妻相处之道 我听闻姐姐成婚三年 可一直不得夫君的欢心啊 哦 对了 我都忘记了 那左将军跟夫人的关系也不甚融洽 这血脉亲缘可真是奇妙 和这姐姐不仅继承了左将军的手颤 连这夫妻关系不和谐 也跟将军夫人一脉相承啊 赵宁这两年明显长进了不少 我都这么说了 她也只是倒吸了一口气 百灵妹妹的婚事 大家可一直都很关注 毕竟像妹妹这般年纪还没有嫁人的 在一众千金小姐里 可是独一份 那镇国功夫可是三英世家 高门规矩多 姐姐是过来人 在这里也要提醒妹妹 嫁人了 可要管好自己的这张嘴 要知道 这多口舌可是犯了七处之罪 要是妹妹真因此惹人厌烦被羞气 可要沦为全京城的笑柄 泽泽 听听这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 怕不是这一路上打好的草稿吧 扫兴 真扫兴 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这就不老姐姐这个过来人了 毕竟我婆母早逝 公公又在镇守边关 嫁进镇国功夫就能当家做主 不像姐姐 整日不仅要跟婆母斗智斗勇 还要应付难缠的小姑子 还有 还有 姐姐怕不是忘了 我是陛下赐婚 轻易不能合理 徐家那些破事也算是赵宁的逆龄之一 在外交际 每当听人提及 他避黑脸 更何况 我不管是语气还是表情 都在煽风点火 怒火爬上了他的眉梢 被人戳破遮羞布的愤恨 与接不住我招的恼怒 让他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这个 仿佛刚才让我高看他一眼 是个错觉 几百灵 你有什么可得意的 第一美人又怎样 还不是嫁不出去 最后只能许给一个哑巴 哑巴怎么了 至少我那未来夫君 自小受佛祖的熏陶 洁身自好 不像有些人 夫君整日里流连花街九四 那些姑娘一点朱唇万人长 姐姐可要保重身体 几百灵 瞧我今日不撕烂你的嘴 忍不住了 他忍不住了 伴随着茶杯啪一声摔在地上 对面的赵宁站起了身 而我 早在他最后一句话刚出口的时候 就迅速后退 做好了准备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说不过就上手 真不知道该说这人是鲁莽 还是该夸他 真不愧是武将家养出的姑娘 不过 有一点我终究是失算了 以往我跟他照宁扯头花 不说是占了上风 最起码也是五五开 但是现在 在我被推进身后池塘的时候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难不成 这成了亲 还能让人力气变大 我很快被人救了上来 但是也确实遭了罪 呛了好几口水 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水 让我下意识闭上了眼 回过神来人 已经到了岸上 我躺在救人者的怀中 入眼的是对方灰色的僧袍 因下水 就我微微扯开的灵口 以及滴水的黑色长发 不是 等等 合上哪来的头发 宫乡客临时休息的乡房里 仿佛一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 都能被听见 打破沉默的 是跟在谢清萱身边那个 名叫小九的小童 谢小姐 您身体可有不适 身体没不适 心里有不适 几百零啊几百零 你说 你怎么就没忍住呢 明知那赵宁说不过就上手 激他作甚 扯头花 还就急在这一时了 就不能等到回京之后 还有那见我一落水 转身就跑得照宁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但是说来说去 还是怪我自己 一时兴奋 竟然将我人 是在白马寺 并且即将跟未来夫君 第一次会面 这茶给丢到了脑后 没 没有 我并没有什么大碍 说来也 也是巧 我刚刚落水 柿子就到了 哈哈哈哈 回话的仍是小九 不巧 我跟柿子早就到了 早就到了 神 什么时候 嗯 应该是季小姐 你说那位夫人 累坏了几匹马的时候吧 那岂不是差不多都听到了 尴尬 自打即是起 就没有过得尴尬 回城的马车里 我跟谢清轩个坐一边 他是不会说 我是不知道说什么 想我几百灵从 会说话起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相对无言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 此刻哑巴的 不是他谢清轩 而是我 回京出发前 小九找到了我 小九面带羞涩 说出来的话 可是一点也不羞涩 是这样的 本来接到柿子 被刺婚的消息 我们本也是打算 这两天回去的 柿子的意思是 刚好您今天来了 我们就坐您的马车 一到回去 省得再叫府里的人来接 季小姐 可否烧上我家柿子 跟我一成 不成 一点也不成 那偌大的国公府 还差接你们回家的 一辆马车了 你们心疼家里的下人 不愿意让他们折腾 那谁来心疼心疼我呀 我只想在回京路上 独自一人消化 那难得的尴尬啊 成 怎么不成 我跟柿子 本就被赐了婚 坐我的马车回京 真是在何事不过了 打破马车里的沉默的 依旧是小九 季小姐 我整日跟在柿子身边 都没有什么人说话 这好不容易碰到了 有人能跟我说话 您可不要嫌弃我话多 你话再多 还能多过我 自小跟在身边的丫鬟 这么多年 第一次跟我产生了默契 不会 你话再多 也多不过我们家小姐 接下来的路程 完全是小九的主场 听闻这京城中繁华无比 小吃能连吃三天都不重样 这倒是不至于 三天是有点夸张 两天差不多吧 季小姐身上的衣裳真好看 这京城中的姑娘 人人都穿这么好看的衣裳吗 那可不是 我的衣裳 乃是出自锦绣楼首席绣娘之首 那人心高气傲 寻常人根本入步的她的眼 我是汽英 被柿子在山门口捡到 自小跟着柿子在庙里长大 哦 那你身世还真有点可怜 季小姐 这京城中的世家小姐们 都像季小姐这般能言善辩吗 停下来的马车救了我 看着不远处镇国公府的大门 我常舒了一口气 我总算是体会到了 我在小九这个年纪 爹娘的无语 这小孩子 问题怎么那么多 至于谢清轩 这一路除了偶尔给一只巴巴 就没停过的小九倒茶外 全程并没有什么表示 这人怎么说呢 他捡到小九的时候 自己也是个半大的孩子吧 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 将人拉扯大 嗯 还挺有爱心的 听完我在白马寺的遭遇 爹娘是呼天枪地 现在这亲还没定 聘也没下 这谢世子要是去跟陛下说 想要退了这门亲事 可怎么办 两人愁得一晚没睡 爹更是放话说要 狠狠掺纳赵宁的夫家 跟娘家一本 不过还没等他行动 赵宁的夫君徐贤祖 就出了事 他为争夺花魁 在青楼跟人大打出手 也不知道是失手 还是一时火气上了头 将跟他起了争执的顽裤 直接从楼上推了下去 那顽裤三代单传 眼看着自己家的独苗 下半辈子就那么摊在了床上 家人直接将事情捅到了狱前 养不教父之过 父不在岳父顶着 不仅那徐贤祖被撸了官职 连带着左将军都受了牵连 被罚在家中撕过 跌满腔的愤怒无处宣泄 只能把书房桌案上的盆景 当成那两人 每日下职后 对着骂 娘则是让人注意着 郑国公府的风吹草动 生怕他谢清宣出门 去皇宫找陛下退亲 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 终于在五天之后 终结于郑国公府 递过来的一封帖子 什么 那谢世子邀请咱们玲玲 去茶楼喝茶 刚到家的爹 从激动的已经神圣叨叨的 娘那里听闻消息 仰天大笑 苍天有眼 祖上显灵 终于有人没被我家玲玲娜 张嘴给吓跑了 谢世子好啊 谢世子好啊 此子以后必成大器 此子日后能不能成大器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被那两人的阵掌 吓得差点被过气 附会当天 鸡刚叫 这两人就趁着天还没亮 摸到了我的闺房 一人白色寝衣 一人黑色寝衣 迷迷糊糊间 我以为自己 见到了来自地府的两位无常 灵啊 起来吧 起来吧 灵啊 嗯 一说话 更像了 折腾了两个时辰 叮嘱了不下二十遍此行我定要 好好表现 一改之前 在谢清萱那里留下的坏印象后 我终于坐在了马车上 跟我一起的 还有我的爹娘 爹 你不要上朝的吗 不上 看不到你跟那谢世子成功接头 爹总觉得心慌 谢清萱这次 并没有带着那个名叫小九的小童 而是在面前放了一摞纸 跟一支笔 脱掉那一身青涩僧袍的谢清萱 看起来甚是赏心悦目 不 准确地说 是比我见过的那些世家公子 都更赏心悦目 先不论个人能力 单凭他这个长相与家世 如果他不是个哑巴 如果他自小 在京中长大 爱慕他的千金小姐们 定如过江之计 这婚事也万万落不到我的身上 不过这人生嘛 谁还没有点缺憾呢 人无完人就好比我 一丑能让人一眼万年 一张嘴苟增人嫌 一这么想 我倒是生出了点惺惺相惜之意 世子既然今日邀约 想必是有话要跟我说 巧了 我也有话想要跟世子说 谢清萱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点了点头 拿起了手中的笔 请 我拿过他推过来的纸 忍不住心中感叹 这人长得好 写的字也好看 不知世子这几日 可有差人打探过我 我这人 平日里话可能有点多 不 不能说有点 是超级多 叫碎嘴子吧 嗯 说的就是我 与其日后惹他盛宴 不如现在就自爆缺点 万一日后 他谢清萱真的后悔娶了我 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怎么 当初我可说得清清楚楚 现在嫌弃我是个碎嘴子 早干嘛去了 谢清萱没有动笔 而是轻轻点了下头 示意我继续 我将从小到大 自己做过的事情 挑了几件典型事迹讲述了一遍 其中关于赵宁的部分 更是重点 所以 你那日见那赵宁将我推进池中 便是因为他之前对我怀恨在心 想要嘲讽我 结果被我气得跳脚 说话期间 我也没忘记观察谢清萱 不过也不知道 这人是不是在佛庙里待久了 连表情都如那雕像一般 从始至终一直没什么 表情地盯着我 反倒是我 在他的指示下 好几次卡了壳 我就是这样话多嘴碎 有时候还得理不饶人的人 世子如果觉得不妥 想要退婚 虽说是难了点 但是我们两家一起使劲 相信也不是没有办法 谢清萱思索了片刻 再次拿起了笔 在看清那纸上写的 为何要退四个字后 诧异的人变成了我 不退 那你将我叫来是何一 说实话 虽说爹娘对我跟谢清萱 这次的会面抱有希望 但是我本人却并不这么想 只不过是看那两人 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 不想再让他们 因为我的揣测 而在业不能寐 可以说 我今天是抱着谢清萱 会反悔的念头来的 不过现在 那世子今日邀我来是何一 喝茶 就只是喝茶 似乎是被我脸上的表情愉悦到 他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动笔 季姑娘 真性情 很好 真性情 还很好 嗯 确实很好 我现在相信我爹说的了 能穿透过我的碎嘴子 看到我的内在美 此子日后定成大气 既然说开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两人分外和谐 虽然都是我问他写 很久没有人愿意这么配合我了 欣喜自然是难免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感染 谢清萱脸上也一直挂着笑 一不小心说的有点多 等我反应过来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而爹娘还在家等我 告别了谢清萱 回到家 果然 一见到我 两人就眼巴巴地围了上来 从我这里知道 谢清萱并没有什么退婚之意 反倒还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我爹激动地直呼要给老家写信 告诉祖母跟大伯 我终于要嫁出去了的好消息 娘更直接 既然如此 那他可曾说 何时交换庚铁 何时来下聘 婚期定在何时 我 这几年 因为我嫁不出去这事 可把你俩憋坏了是吧 看两人如同回光返照式的 一改之前的维米不振 我心底也冒出了一个念头 虽说我跟谢清萱是陛下乱点鸳鸯谱 但是这乱点的 还挺好的 本以为这谢清萱自小跟佛祖相伴 必然是一个冷清的人 但是没想到做的事情却格外妥贴 每次碰面 对于我的碎嘴子 他从没有露出什么不耐烦的表情 有的时候看我说话说多了 还会贴心地将茶盏推到我面前 示意我喝口水继续说 对于我的话 也是句句都有回应 即使有时候 只是点一下头或者一个表情 他不仅时常邀请我外出游玩 还隔三差五给我家里送东西 其中包括 我娘一直求而不得的名家秀品 朱钗手串 我爹喜欢的名艳孤本 山水自画 我随口提起的小吃点心 贴心的程度 连爹娘都心里饭处 灵阿 你实话告诉爹娘 你是不是给那些柿子下什么鼓了 下什么鼓 明明是此子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日后必成大气 不得不说 这是我自打吉吉以来 过得最舒心的日子了 如果没有发生被人掳走的事 我想我会更舒心 那日 我提前去谢清轩预定好的包间里等他 结果刚进门就被人掩住了口鼻 再睁眼 人已经换了地方 被人捆了起来 丢在了一间 貌似是柴房的地方 面前的徐贤祖一脸争鸣 纪小姐 我听闻你近来日子过得不错啊 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纪小姐不妨猜一猜 你现在在哪里 我略微犹豫了一瞬 清楼 你怎么知道 徐贤祖话里是显而易见的惊讶 这话问的 徐大人 你是闻不到这空气中的汁粉味吗 也是 徐大人常年混几清楼 恐怕是已经习惯了 不对 现在已经不能叫徐大人了 毕竟你已经被 闭嘴 他打断我的话 我能落到今天 还真是败祭小姐所赐 诬陷 这是赤裸裸的诬陷 听闻徐公子丢了关之后 被那赵宁一纸修书赶出了家门 这修妻我见过 这修夫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能理解徐公子你 或许是走投无路并急乱投医 想要绑了 我来换些银钱 但是你也不能瞎说啊 这清楼不是我让你逛的 那人也不是我让你推的 我跟你虽说往日有点不愉快 但是近日可无仇 可不能赖在我的身上 听了我的话 徐贤祖怒急返效 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 那件事原本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要不是你那未婚夫谢清悬出手 跟陛下说要严惩我 我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种下场 还有那赵家被罚 也是拜你那未婚夫所赐 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 此时此刻 季小姐还能如此镇定 说话条理清晰 真是让人叹服 说得好像我惊慌失措 话不成句 你就能放过我一样 不过 这徐贤祖出事的时候 我好像刚从白马寺回来 更没有跟谢清悬将话说开 原来 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已经开始对我好了呀 嗯 甜滋滋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毕竟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绑 但是与此同时 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 我应该相信谢清悬 他一定会找到我的 那徐公子今日将我绑来 又想将我如何呢 你绑我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 如果被人发现 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徐公子 好心劝你一句 如今你已经犯了错 可不能再错上加错 还有你的家人 你要是因此获罪 你有想过你的母亲 你的妹妹 他们以后怎么活吗 几百零 你也不用吓唬我 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我还管其他人怎样 这话可真是说得自私至极 饶食我这种身经百战 凭借一张嘴 打遍整个世家千金圈 无敌手的人 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从某种方面来说 这人不要脸的时候 是无敌的 见我不说话 徐贤祖冷笑 你刚刚问我 想要将你如何 他节节怪笑两声 脸上是言语形容不出来的猥琐 这里是青楼 你说 我想将你如何 你放心 我已经跟这里的老宝商量好了 今晚你先跟我做夫妻 明日起 你再挂牌接客 哦 可让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徐贤祖一边说话 一边一步步向我接近 直到我们之间的距离 只剩下一步 然后蹲下身 捏住了我的下巴 我认识的那些顽裤里 可是很多人都对季小姐心存念想呢 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这里竟然有个跟京城第一美人长得一样的人 你猜 他们会不会趋之若鹜 几百零 当初你当街害我受辱 如今因为你的关系 我又犹如丧家之犬 今日 我定要毁了你 我要让你千人骑 万人 徐贤祖未说完的话 消失在门被人踹开的巨大响声里 门板落在地上 带起了一阵灰尘 被光走进来的人 此刻在我眼中 犹如神明从天而降 我那早已软化了的心 更是狠狠一颤 估计徐贤祖整个人也是有点猛然 直到被人拎着后脖领子 甩在一旁的甘草上 才后之后绝喃喃出声 谢 谢清轩 你怎么会在这里 人刚自由 我就一头扎进了他怀里 我心里默念 这可不是什么 想要趁机站一站 他谢清轩的便宜 而是之前被李智压制下去的害怕 再见到未婚夫那刻的原地爆发 呜 谢清轩 你怎么才来啊 吓死我了 真的吓死我了 要不是你来得及时 我就 我就 美人落泪让人心碎 更何况我此刻表现出来的 更是一副被欺负惨了的模样 谢清轩回报我 拍着我的被无声的安抚 跟随他进来的人 不敢抬头 看我跟他二人相拥的画面 纷纷把指责的目光 转移到被人暗头压在地上的徐贤祖 可能是压制着徐贤祖的人下了狠劲 我甚至听到了 从徐贤祖身上传来咔嚓一声 在这英雄救美护诉中长的场面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唯有徐贤祖一脸难以置信地 发出痛苦的嚎叫 几百零 你刚刚可不是这样的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每次谢清轩约我出门 都会提前半个时辰道 所以 从我人被徐贤祖迷婚带走 到谢清轩道 也不过是前后脚的功夫 谢清轩在茶楼门口 发现了我家的马车 但在包间却没有看到我 立马就猜测我出了事 在询问了店家跟小二之后 就更确定了 结合我 最近过得实在是萧婷 结仇得唯有赵宁一人 再加上徐贤祖那事 也算是他在后面推波助澜 很快就想到了我出事 可能跟这两人有关 所以 谢清轩分别派人 查了这两人近日的行踪 很快就锁定了徐贤祖 也是运气好 谢清轩在搜第二家青楼的时候 就找到了我 此事闹出的动静不小 很快观幻世家圈 就都知道了 谢清轩谢世子 冲冠一怒为红颜 对此 爹娘很高兴 看谢清轩的目光 比看亲儿子还亲 虽说爹娘一再劝说 谢清轩不要着急 但是她 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走完了除了迎亲之外的 所有流程 爹娘为我的亲事 犯了那么久的仇 如今竟然这么迅速 这让两人恍恍惚惚声 出了一种不真实感 灵啊 你说日后国公也回来了 看见这场亲事 除了最后拜堂那步 剩下都没他什么事了 会不会不高兴 给你脸色看啊 灵啊 你说世子这么急 是不是命不久矣 想要在走之前留个后 还是他外面有人 等不及要进门了呀 为了防止爹娘的思维 往越发奇怪的方向扩散 我赶紧为谢清轩证明 你们忘记了 谢清轩可是自小在佛祖跟前长大的 出家人的特点是什么 不打狂语呀 但是我的话并没有让爹娘悬着的心 彻底放下 我娘先不说 我那博览群书的爹立马反应过来 可是谢世子他也不是和尚啊 随着婚期的临近 爹娘整日就我出嫁的事情 忙得脚不沾地 再没有时间想有的没的 反倒是我 心中生出了点别样的担忧 这谢清轩吃斋念佛了那么些年 除了之前我落水就我那次 跟上次我被绑的时候抱过我之外 其他时间皆是客己复礼 我好歹也是京城出了名的美人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想有什么更亲密的接触 想当初那些世家公子 虽说害怕我这张嘴 但是哪回见到我不都是红了脸 眼神偷偷往我身上丢 谢清轩他 不会是不行吧 我的担忧在成亲的当晚化为了乌有 和尽酒饮下 我还来不及说话 整个人就倒在了大红色的床榻上 红浪翻滚 谢清轩身体力行告诉我 行 他很行 非常行 第三次 随着身上最后一件衣服被他丢出床帐外 不过我的推拒 谢清轩俯下身 将头靠在我的耳边 零 零零 你 乖 乖一些 我 尽管发音声色 语调嘶哑 但是确实是出自谢清轩之口 用惊天动地都不足以表达我的震惊 谢清轩 你不是个哑巴吗 谢清轩动作没停 我 我从没 没说我 是哑巴 好像确实是 之前从百马寺传出来的信 只是说没人听过谢清轩说话 这没人听见 跟不会说 可是两码事 现在想一想 当初陛下赐婚的时候 说的也是 他不说 而不是他不能说 一字之差 竟然差出了这么大的误会 那你为何之前一直不说话呢 毕 毕口禅 我修毕口禅 谢清轩番外 我叫谢清轩 乃是郑国公与大长公主之子 明明应该是锦衣玉石的世家公子 但是却在寺庙中长大 人人皆说是因我佛缘身后 可实际上呢 我还记得 那一天素来严厉的母亲将我叫到跟前 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柔和 走吧 离京城越远越好 娘护不住你了 于是 我跟着那个叫了然的和尚 兜兜转转到了江南 了然说 他年轻的时候 跟母亲是至交好友 所以 他受母亲所托 带我出京避祸 没过多久 就听闻了母亲与世长辞的消息 收到消息的那一天 了然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整日 出来后 他摸着我的头对我说 世子 你要好好长大 莫要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 他教我读书认字 教我琴棋书画 博学得不像一个和尚 但是更多的时候 他带着我念佛经 其中念的最多的是网生经 了然对我的态度很奇怪 偶尔脸上会闪过词爱 但是更多时候 是疏离 一生世子 在我二人之间 画出一道界限 让我清晰地认识到 他将我养在身边 不过是受人所托 但是在我心里 他早已经是一失一复的存在 稍微大一些 我开始思考 为何了然说是 带我出京避祸 每每追问 他总是沉默不语 但是 在他临终的时候 我还是知道了答案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为何明明是名僧 他却总是过着 近乎于自虐的日子 他在悔过 亦是对自己的惩罚 出家前 了然也曾是京城里的翩翩公子 他出身拥护太子的世家 自小与母亲相识 两人青梅竹马 心心相印 太子之位不稳 需要拉拢当时的郑国公府 寻求助力 联姻是最好的方式 而与太子血脉相连的母亲 是最好的人选 了然在母亲与家族之间 选择了家族 眼睁睁看着母亲另嫁他人 自此 世间多了一个伤心人 也多了一对怨偶 父亲一心只有报效朝廷 守卫边疆 女子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 在内心的煎熬 与夫君的冷带的交织下 母亲日渐消瘦 看到这样的母亲 了然后悔了 但是为时已晚 后来 他脱离了家族 当了一个和尚 母亲嫁给父亲 一为拉拢 二为监士 当今陛下一方面 重用郑国公府 给他们兵权 另一方面 又怕郑国公府功高盖主 威胁到他的地位 即使母亲再怎么说 郑国公府并没有谋反之意 反倒是一心中军卫国 但是仍消除不了陛下的疑心 危机感在我出生之后达到了顶峰 陛下甚至怀疑 母亲会因为我站在他的对立面 生完我之后 母亲身体愈发不好 他深知 在他离开后 没有人庇护得我在京城中活不了多久 所以就找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 将我带走 而这个人 就是了然 因为心怀愧疚 再加上自灭般的生活 拖垮了了然的身体 在我13岁的那年 了然也走了 了然走的第二天 我在寺庙山门口捡到了小九 我固执地认为 这是佛祖兔 怕我自此一个人太过孤独 才将小九送到了我跟前 即使旁人都断言 小九体弱活不了多久 但是我还是收养了他 也是那一天 我开始修碧口禅 了然说 碧口禅是最难修的 但是可消账免灾 消除罪业 我贪心地向佛祖祈祷 愿修十年碧口禅 患母亲跟了然 能有一个圆满的下意识 也许是终于明白 父亲不会有异心 在我20岁的那年 陛下终于消除了对他的戒心 与此同时 将我召回了京城 因为对母亲的愧疚 所以陛下对我格外宽厚 郑国公府太大太冷清 与其独守在那里 我宁愿住在白马寺的小院 这一住就是三年 陛下给我赐婚 是我没想到的 我一直以为 那些世家千金 定然都是如同母亲那样 笑不露齿 进退有度 言行举止皆有定制 没想到 陛下竟然会选中那样一个人 那年白马寺后院 我躲在树后 看着我未来的妻子 跟对方从争吵到动手 最后不敌对方被推入水中 入水前 还不忘薅掉对方一缕头发 心里想的是 这门亲事也没什么不好 有那样一个鲜活的人相伴 至少以后我不会觉得无聊 全文完